如何防止手机送修时资料外泄 一般上如果你担心你的资料会外泄 就算你手机不开机的话 你也不需要给技术人员密码 所以当做好开机以后 你可以当到他面前用你的密码来试开机 测试你所有的功能 所以你为了要确保你的资料不能外泄的话 就不需要给技术人员密码就行了 手机一般上送修的最主要常见的问题 都是摔重摔或者进水 少部分是基建本身的严借损坏 这三种为主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维修里面 价格最昂贵的其实是萤幕 因为尤其是一些特别贵的 OLED Super Armored的一些 它萤幕可以上到3000以上过前 然后其次就是主板 再接下来就是维修IC 再接下来就是维修 所谓的插进并电池这些 以此类推啊 有人强烈的建议 充电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玩手机 因为虽然我们的充电器是给予5W的手机充电 如果万一充电器有发生那个故障的时候 它200多W进入我们人体 造成死亡 因为这个事情在国外跟马来西亚都已经发生不少这样的例子了 再加上充电网手机对手机本身也不是很好 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操作手机的时候 它CPU在运转 会产生一定的温度 再加上你充电 它本身也是有一个温度 所以很容易造成虚压 让那个手机的功能没有什么很好使用 而且寿命也比较快